在今年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上 韩国总统尹熙悦开启了他的联大首秀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尹熙悦这次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状况频出 首先是他多次声称要和日本首相举行会晤 但结果两人的见面时间只有30分钟 便草草收场 更加尴尬的是 尹熙悦精心准备的韩美总统会晤 却只有短短的48秒便结束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结果 韩国舆论普遍认为 尹熙悦的联大首秀 变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外交惨祸 当地时间9月21号 尹熙悦主动前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活动的地点 并与他举行了一场30分钟的短暂会晤 这是韩日两国领导人最近三年的首次会晤 韩国总统办公室发布的消息说 韩日领导人一致认为 有必要改善双边关系 同意推进外交部门的对话进程 继续保持沟通协调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政府的声明中 并没有将这次交流称为会晤 而是使用了肯谈一词 通常是非正式的会谈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薄一解释说 由于两国领导人 世界联合国大会的机会 进行短暂的 没有决定任何议题的接触 所以这是一次肯谈 同一天 日本独卖新闻表示 日本政府认为 在二战强征劳工问题 还难以解决背景下 举行日韩领导人正式会谈 为时尚早 好 就这一话题 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杨丹志 杨先生 韩国方面称尹熙月和安田文雄 举行了30分钟的会晤 但是日本方面却说 这只是一次不那么正式的肯谈 而且也没有决定任何的议题 那您怎么看韩日双方的这种温差 那么确实从这次安田文雄和尹熙月 这个会面之后的 这个双方的报道来看 似乎日方是比较冷淡 或者比较低调 韩方相对对此比较积极一些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这次会面是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它实际上也并非是没有什么任何议题的 那么实际上双方一个都表达了 这个要修复关系 这样的一种这个意愿 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说韩国方面呢 确实对于尽快的这个修复 或者改善和日本的关系啊 是这个态度是更加这个急切的 而日本方面呢 似乎相对是比较冷淡 或者比较低调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么特别这个日方呢 在此前一再强调 说这次这个会面呢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会谈 而是这个肯谈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双方啊 就这个关于这个过去这个征用劳工 日本征用劳工的赔偿问题等这样一些问题上 没有达成共识 从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呢 日方认为目前这个会谈呢 实际上呢 就说是不成熟的 或者时机是不合适的 或者是没有期待的 所以日方就把它降调 称之为是一个肯谈 可以看出这一轮次的这个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外交互动中啊 日方似乎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 韩方呢似乎是有求于日方 给人这样的一种印象和感觉 那么确实也看出呢 就韩国在目前在外交方面呢 是急于突破的 包括就是说在这个对日关系方面也是急于突破 尹熙悦在与岸田文雄见面结束后 他又精心准备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韩美总统会晤 然而最后结果表明 这次会晤只持续了短短的48秒钟 双方连坐下来的时间都没有 只是站着进行了极其简短的交流 韩方原本期待的总统会谈 由于拜登的行程紧张而取消 更令人尴尬的是 尹熙悦在48秒会晤结束后 当着韩国外长等人的面说了几句脏话 疑似是贬低美国国会 还隐约提到了拜登的名字 这一事件恰好被在场的媒体记录了下来 立即引发轩然大波 9月22号 韩国总统府紧急澄清说 尹熙悦在相关发言中辱骂的对象 不是美国国会 而是韩国国会 并且也没有提到拜登 尹熙悦这次的联大首秀 在外交活动上是一再碰壁 和拜登的会晤呢 只有短短的48秒钟的时间 您怎么看这一尴尬的一幕 在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美国政府 这个拜登政府 确实也试图做出一些 这个安抚韩国的动作 包括在出访的时候 首先选择访问韩国 再访问日本等等 那么可以看出 拜登政府似乎是对这个强化 美国和韩国的这个同盟关系 是下了一些功夫的 但是从后面的一些 这个动作来看呢 似乎美方呢 对于韩国的这个尊重程度 或者重视程度呢 还是比不上和另外一个盟友 在外交场合呢也的确出现过几次 被韩国媒体认为是 对韩国方面比较轻蔓 这样的一种迹象 这样的一些动作 当然这个也是韩国方面感到焦虑的 也是韩国国内感到非常不满的 媒体也爆料呢 说这个尹熙悦呢是爆粗口 骂这个美国的国会 韩国外交部门的这个澄清事实呢 就认为说是这个骂呢 是骂的是韩国国会 可以看出呢 就说韩国外交部门啊 急于澄清这个事实 急于摆脱干系 急于就是说这个表明尹熙悦 并没有对美国国会 或者说拜登总统有不敬 他的这个态度 他的不满呢 主要是针对韩国国内 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 就是韩国方面呢 非常担心由于一些这个言论 或者是行为呢 会这个让美国感到不快 或者感到愤怒 担心这个在美韩这个 同盟关系在强化的这个进程中呢 又出现别的一些风波 非常担心会这个带来新的麻烦 所以看出是韩国方面 确实是小心翼翼 高度的谨慎 战战兢兢 非常担心这个得罪美国 尹熙悦在联大的一系列尴尬遭遇 很快在韩国国内遭到痛悉 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党编朴红根评价说 这次出访既无目的也无成果 只有在国际上丢脸的外交惨货 必须进行追责 还有共同民主党议员称 尹熙悦的表现降低了韩国的品格 韩国前议员刘成敏 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喊话说 请打起精神来吧 真正丢脸的是韩国国民 韩国总统尹熙悦在国际场合上 遭遇尴尬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此前他首次参加北约峰会 便惨遭拜登的无视 如今在联合国的首秀 又是状况频出 这些现象您觉得说明了什么 美国是力推美日韩同盟关系 向合作更加密切的方向去发展 韩日关系长期得不到修复 确实也让美国感到非常的担忧 那么美国也试图在此间 起到一种劝和这样的一种作用 那么但是就说在如何处理与 韩国和这个日本的关系方面呢 的确呢 美国实际上呢 还是有一个侧重或者是优先的 那么日本方面呢 确实是美国更为看重 更为信任的 那么这个韩国方面呢 相对来讲是处在一个 被美国相对这个要忽视 或者是轻慢对待 这样的一个位置 美国要在这个短期之内 改变这个过去的这种 对日本更加重视 更加尊重 或者更加信任 这样的一种这个做法 转而对这个韩国 也这个予以这个同等的重视 或者是信任呢 应该说还是需要一个时间 感谢观看